霍少爷 农少爷 这就是打黑拳的武斗场 阿龙 你先回药局 好好照顾我们殿 好 你们小心 阿龙 你先回药局 好 这些有钱人 好 在活人身上压堵住 以人命赌风为难 真是可怕 霍师傅 赵师傅 你也来打黑拳 怎么搞 霍师傅不会像那些俗人一样 为了金子而来吧 当然不是 霍师傅是金门第一 正好 我赵家螳螂臣 一直想与霍家的弥宗臣 比划比划 今日我们就一较高低 霍某无意证什么第一 习武之人不在乎 拳脚高低 只是看练到了什么修为 又何必要证什么金门第一 今日即便你赢了 他日 输队人只要勤家练习 自然会赢你 习武之人应该匡复正义 除强服弱 为了一个虚名耗尽一声 这不行啊 要打就打 不打就不打 哪那么多废话 你直说 这些人 这些人 跟他们输了也是白叔 冤家 你看上哪 赵家螳螂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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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一群没用的草包 九爷说得是 看来根本就不用我出手 一个白家就把他们全打败了 还自称武林高手 天津是卧虎藏龙之地 重赏之下庇佑勇佛 九爷您瞧好吧 一定会有佼佼者前来应战 此时事关重大 一定要谨慎选择 主子才能放心 干 是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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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大道理 有本事先打赢我再说 霍元甲不想打 我就逼到他打 李管家给他下注 把他的赔金加到五百两 有客人出价五百两 押霍元甲营 这么多钱 白师傅 你行不行 不行你就下来吧 我还能赠霍元甲那五百两奖金呢 原甲再不束手就要害自己受伤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指南考虑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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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前 我已经挑战了七家镖局了 他们有的称病不敢应战 有的不出二十招之内 就被我打惨了 你比他们都强 难怪你敢自称为天经第一 我霍某从来不敢称金门第一 以你的功夫修为来看 你也是前习武术之人 我劝你一句 我们习武之人 一 强身健体 二 除强服弱 三位保家卫国 争什么金门第一 没有任何意义 少废话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少爷小心啊 火炎甲 我不占你便宜 你也选一件兵器吧 不必了 我手中无兵器 心中自有刀刃 不必了 少爷 金门果然卧火苍龙 人才倍出 还以为霍元甲是金门第一 没想到 却突然冒出了一个 比他更厉害的高手 看看笔试结果再说 九爷 您想选他 如果有更厉害的高手 我们当然想找最厉害的 素闻霍家弥宗权 明文天经 果然名不虚传 可是我的大刀 也不是吃素的 死在我大刀下的英雄 不计其数 这次已经躲过这一刀 不过下次 你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火炎甲 还不肯用兵器吗 阿福 把短棍给我 短棍短棍 快快快 少爷 接着 这就是我的兵器 你就用一根短棍 对付我的大刀 未免也太瞧不起我了 兄太 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不想见血光 我今天就要看看 是你霍家的弥宗权快 还是我那套大刀快 打赢了你 我大刀亡武 就是金门第一了 爬 爬 兄太一把大刀 果然耍得出神入化 霍某今日能和你一较高下 使我三生有幸 但是 今日我们都是比武切磋 武学交流 点到为止就好 我还没有说 继续 扬 少总 就是这个说拿大刀的家伙 夺走了我们的藏老头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没有想到 在这里遇到他 那就盯紧了他 别让他跑了 明白 和他交手的那个人是谁 火源家 他就是火源家 人家 不小心 少爷小心啊 少总 你认识他 说这个人是武林高手 在金门没有人不认识他 上次我姐姐任务失败 也是因为他从中干扰 只可惜 竟然不能为我们所用 上次我姐姐没能说服他 为我们日本帝国效力 这一次 我一定要让他火源家 投靠我们 不然 我就 杀了他 明白 大哥 兄弟 大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另有殷勤 兄弟 这件事 大哥日后自然会给你解释 这张擂台你必须输 那你会不会有危险 兄弟 我就是要引蛇出洞 好 那你千万要小心 元家 王武兄 你果然武艺高强 在下输得心服口服 你才是真正的金门第一 你们听着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金门第一 这火源家就是一草包 还装什么金门第一 差点把咱们给骗了 管家 去查一下大刀王武是什么人 什么来路 是 九爷 想办法把他拉拢过来 我们的任务要交给真正的金门第一 九爷放心 我一定把事情给您办好 你们还有谁不服气 可以上台来挑战 我大八脸不服气 王武 我要向你挑战 大八脸 站住 元家 刚才明明是你让着他 他赢得不磊落 你把他当成挟败大哥 他可没有把你当成生死兄弟 他从一开始接近你就是一个陷阱 我们都被他骗了 够了 我已经尽了权力 输了就是输了 是我技不如人 告诉你们 谁敢再去打类 我就把他赶出表局 元家 你 元家 这 公本先生 总算找到你了 把藏宝图交出来吧 我真是低估了你们的本事 没想到你竟然追到这里 这些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是大清的御前是非 在下禁军首领林云青 奉皇命寻回藏宝图 我们大清政府并不想与东洋人结仇 若是你们不交出藏宝图 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 你不想活着离开 老公 公妹 藏宝兔到底在哪里 藏宝兔不属于你们 那是我们大清的财富 如果你们交出来 我们便不会再追究你们 可是我们却不会放过你们 这里的每一片土地 和这片土地上每个活着的人 都会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 还是去死吧 明统领 你的手下都死了 还要再战斗下去吗 我还会再回来的 寨子里死的人 你的小妾 还有革命党的死 这一切都充满了阴谋诡计 少废话 现在就是我们决战生死的时候 狗老大 你听我解释 你再不出手就没机会了 我将军困 都看不出手 你带不出来 你带不出去 好好看 听不出来 我ement几兵 我 当时 走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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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夫人和孩子在哪里 赶紧把他们放了 只要我们能分出胜负 我会实现自己的承诺 你想怎么样 我们再打一局 火元甲 你想不想知道你的夫人和孩子现在在干嘛 狗夫贵 我一直敬佩你是江湖好汉 没想到你利用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我的家人 你错了 我狗夫贵能在寨子里称王 靠的不是仁义和公道 火元甲 你不是想救你的夫人和孩子吗 你要是不打败我就等着给他们收拾吧 为什么停下 高老大 我敬佩你在对抗八国联军时的英勇表现 把你当成英雄所以才来找你 寨子里发生的事我感到很遗憾 但我们不是仇人 也没有生死恩怨 为什么要拼得你死我活 我建议停战 我们有话好好说 我看你是知道自己打不过我 所以向我求饶 还不还手 我狗夫贵这一辈子杀过很多人 从来没有犹豫过 如果我不杀你 你就会灭了我 然后抢走我的寨子和我所有的一切 高老大 你误会我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消灭你 更不会霸占你的山寨 我要是有这样的目的 就不会只带几个人前来 我是带着诚意和真心来谈判 你的小妾 还有革命党的死 都是我没有想到的事 你虽然只带了几个手下进寨子 但你的大部队很可能潜伏在山寨外 随时等待你的指令 发动攻击 住手 谁想杀霍元甲 先过了我这关 你们夫妻两个情义深重 我送你们两个人一起上路吧 高老大 你可以杀我 但不能伤害我的家人 你们谁都活不了 元甲 狗夫贵已经起了杀心 要想平复这场危机 只能把他打败 否则 所有人都活不了 我本想通过谈话解决问题 看来是不可能了 高老大 我来跟你打 霍元甲 你终于按捺不住了 别再嫁人嫁衣了 来 我们痛快打一场 元甲 你受伤了 我来对付他 放心吧 芷兰 这点皮肉伤 不要紧 我不会输给他 别磨蹭 你们一起上 元甲 我有很多话想问你 但这一切 等把狗夫贵打败了 我们慢慢说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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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拉 拉 拉 挖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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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同心 齐力断金 你们联手天下无敌 霍元家 我真羡慕 你有一位与你生死与共的夫人 可怜我那死去的姨太太 虽然没有霍夫人胆识过人 但跟随我多年一向体贴温柔 是我最宠爱的姨太太 她却不明不白地死了 我一定要为她讨回公道 郭老大 我理解你的悲痛 但请你相信我们 小妾的死 还有革命党的死 引起我们自相残杀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冷静 放下偏见 我们夫妻二人愿意帮你查出真相 找出凶手 不用你帮我找 我也已经知道凶手是谁 凶手就站在我的面前 震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小心点 她已经变得疯狂了 不听任何解释 要想坐下来谈判的话 你先打败她 我明白了 霍雲甲 这是我们最后一战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我本无意跟你分高下 我想和你共生 你却非要我们死 如此咄咄相逼 我只能将你击败 我不会输给你 好像是我的只头 是不是你身体 因为海贵 漾 玥物 那我去冒险了 宋冰 对 那我看着我 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 多少人 好客战 您 我还是输了 想不到我狗富贵纵横江湖多年 居然会败在你霍元甲的手上 输给你我无话可说 按照约定我宣布退出江湖 周围气氛有些不对 我们要多加小心 好 好 同志 快走 霍师傅 他们就是昨天晚上 偷袭我们的杀手 却都打会 好 好 好 想跑 给我回来 让你再敢乱说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你们的人还给你们 雷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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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手也太好了 撒把脸 你竟敢杀我们顺元镖局的人 你竟敢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巴脸 让我来 洪人家 你他娘子是真不懂江湖规矩 你们三亿镖局 就这么喜欢以作气少吗 雷大表示 我代表大巴脸 跟你人输了 下面就由霍木 来领教你的高招 给你这个机会 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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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为何下如此狠手 不为假 我师父被你的假人假意所欺骗 我将往亏可不傻 你狼子也心想 吞逼我们三大镖局 想夺到我的一切 今天我不只要打赢你 我还要把你的三亿镖局赶出去 永远让你无法在天津立足 你快闭嘴 我为什么要闭嘴 我说的是事实啊 你们是怕江望奎知道真相是吗 你和你爹都利用了江望奎 你利用了江望奎对你的爱 你爹利用了江望奎对他的忠心 你们利用了江望奎 让他为你们卖命这么多年 可是到头来你们都抛弃了他 枉费他多年经营一场空啊 我要是他 我就先杀了你们 你还不出手啊 你还不出手啊 你就想让他 把原本属于你的镖局给抢走吗 你看 他现在还让他的兄弟 抢走你的心上人 欺人太甚 容景孙 你还我女人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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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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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雷虎 你以为我打下雷台 彼氏已经结束 雷虎 快起来 就是他杀了你弟弟 今天你不杀了他 他就会杀了你 火源家 没有结束 我们的恩怨 也没有了结 我要杀了你 火源家 不要以为你昭昭留情 我就会放过你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为什么一定要死人才能收手 我设下雷台 只是希望大家能和睦相处 别再假仁假意 真想和睦相处 就不会把我弟弟活活打死 雷虎的死一定有蹊跷 我怀疑他是被人所害 杀人 还不敢承认 敢做不敢当 杀了你 我也告诉别人 你不是被我杀死的 是被别人害死的 我已严禁于此 你若再打下去 我便不会手下留情 你这么做 只会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挡我们的路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什么人 至于为什么挡你的路 那是因为你们手上 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你应该猜到了 藏宝图给我交出来 你到底是谁 竟敢这么大胆 敢与我们日本人作对 你看清楚了 记住是谁杀了你们 你为什么要抢藏宝图 藏宝图是我大清的东西 不许落到任何人手里 而我们是胜利者 作为胜利者 这里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可以拿走 大清会不会亡国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些宝藏 是不可能流落到 你们东阳人手里的 那就要看看 你到底有没有本事 把它拿回去 告诉我们 这里是大清的土地 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才是主人 你们只是来到我们这里 做客而已 做客就做客 又撒泼 又撒野 还抢东西 这就是乱了规矩 乱了规矩 可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我们日本人到大清国 根本就不是来做客的 我陈文虎再怎么自私 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的家园 让一帮强盗给霸占了 你们现在就这么猖狂 如果说把家园拱手让给你们 让你们反客为主 那我们以后的日子 是不是活得像奴隶一样 我今天可以不大开杀戒 只要你们两个乖乖地投降 把藏宝图给我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我们这本帝国的武士 是不可能认输 要么赢 要么死 你们是不可能赢得了我的 所以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哪怕 唉呀 唉呀 țin 有 你看 你最后一名武士也战死了 现在就剩下你了 还不把藏宝图给我交出来 我来大清的时候 答应过老师 一定要把藏宝图里的宝藏 带回日本 否则就用手中的武士刀 剖腹自尽 这是我作为一名日本武士 最后的尊严 看来你是没活路可走了 哎呀 樱花姑娘 你真是一位坚强勇敢 又美丽的斗士 可惜你是一个东阳女人 要不然 我一定会为你所迷倒的 既然这样 我今天就不杀你 我给你留下一名武士 最后的尊严 尘封虎 不好 尘封虎把藏宝兔拿跑了 快去追啊 来人拦住他 尘封虎 DNM 尘尘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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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你们谁再上前一步我就杀了他 火师傅 你们赶快走 养贵子 你还是我们那么多同胞 我员好今天要替天行刀 皇上 小心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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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住手 你们都看好了 你们的军官已经被我杀死 你们还不马上离开 下场就和他一样 霍元甲 我们终于见面了 你是谁 你的兄弟大刀王武 是我让人杀死他 原来是你杀了王武 也是你下令把尸体挂在城楼市中 没错 都是我做的 看看你要救的人吧 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头颅 如果你愿意 我也可以让你变成一具头颅 挂在城门上 你 bermenz心 还要 extracted 然后就剩下了 人家 武肖 那 有 你 立断 马 对 你 走 走 走 快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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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误会误会 误会误会 都别过来 你过来 通過一劫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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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你 打赢我再说 鬼头纹身 原来你是东洋人 各位朋友 欢迎来到我的船上做客 你是谁 你就是幕后老板 霍元甲 天津港赫赫有名的权师 战马头灭臣大 在江湖上威名远扬啊 你找我干什么 我要你手里的东西 你是什么人 我们是日本帝国的武士 你果然是东洋人 我手里的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 只不过是些大米罢了 你还真以为那是粮食啊 不是粮食那是什么 在粮食背后 是更加贵重的东西 它在你霍元甲手里没用 但是在我的手里 价值连城 如果是我们的东西 为什么要给你 霍元甲 因为它价值连城啊 好东西都是属于强者 我用特殊的方式告诉你 为什么我要这东西 你 你知道吗 我用特殊的方式 拥挣的离子 别是对 我用特殊的转型 在这里 我们的队 deve 给他调侠一下 我用特殊的房子 听到我 大家都张凉 你 进来 最后 还不能微死 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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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闯 既然你闯进来了 这里就是你的坟墓 我就是阎王爷 这些货物你们从哪里得来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们是从军营里抢走我们的货 是又怎么样 那就请你把货物交出来 好啊 有本事你过来拿呀 弥宗权果然厉害 你为什么抢我的货物 那不是你的货物 那究竟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东西 反正不是你认为的粮食 告诉我 你们究竟在搞什么鬼 这就不是你一个江湖标头 需要知道的了 一个替死鬼 就应该做替死鬼该做的事情 霍原甲 江湖水深 世间人高 你笑什么 我笑你无知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真的相信 朝廷要你运送的 只有粮食这么简单 真相 到底是什么 朝廷百万大军 那些打打闹闹的 窝寇水匪之流 怎敢尽身抢劫 再说皇上的赈灾之粮 怎么会用你们这些小标局来运送 霍原甲 你闭着眼睛想一想 这种不合理的情况 有可能发生吗 空有满腔报过热情 才是你悲剧的开始 所以这祸物不是你的 是我们的 那我也要搞清 事情的真相 真相就是 你还没搞清真相 就已经变成了鬼 这箱子里究竟是什么东西 你不可能得到答案 我一定要得到答案 这下可以回去交差了 抬走 我 你 你 好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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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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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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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 acquaintranоч 霍元甲那样的高手 才可以加入我们 你没有这个资格 不杀你 是因为我知道 让你活着 比让你死了 更让你痛苦 你弄丢了金佛 你的主子一定不会放过你 他会让你从一个少官 变成一个罪人 哦 还有你的家人 也会死在你尽中的主子手里 这样的结果 会让我更加满意 你知道的很多呀 我的同伴 已经遍布你们中国的各个地方 他们刺探来的消息 足够摧毁你 你觉得 你能从我和霍元甲手里 抢做金佛吗 我想试试 好啊 放开刘姑娘 她是你什么人 你为什么要救她 她是我的朋友 你不要伤害她 她能伤害我 我不能伤害她吗 你这么在意她 今天我就杀了你 谁 你 把我伤害他 把我伤害他 还不让你 你竟然伤害我 我们不是一路人 来 来 来 我们躲在这儿 千万不要出去啊 你拉我干什么 不行 不是 我们不能躲在这儿 农公子 你现在出去 我还在保护你 还在分心 我真没用 都这个时候了 还什么忙都帮不上 农公子 你别这么想 你现在保护好自己 就等于帮他们忙了 你待在这里 当你的缩头乌龟吧 我跟你不一样 我不当懦夫 我现在就要出去跟他们打 打不了 我跟他们拼了 农公子 你现在出去 就等于害他们 我袁浩不是不讲义气的人 你想想 东洋人人都市众 我们出去也帮不了什么忙 我们躲在这儿 是想找找武器 找武器 对 你想想 东洋人在海上打劫 他们肯定有不少洋枪洋炮 肯定在这里 咱们找找 咱们去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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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那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现在出去跟他拼了 霍元甲 其实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的 一起打天下 我们日本帝国 会赐给你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何必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把从我们中国百姓身上 掠夺来的财富 用来让我替你们卖命 这就是你们东洋人 给我的荣华富贵吗 霍元甲 再打下去 他们都会没命的 霍大哥 你不用管我们 我去和他们拼了 你要眼睁睁看着他们去死吗 就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带走金服 住手 把他们都放了 我手里有炸药 不然我就把这艘船炸了 慢着 我要是赶点 你们爆了船上的火药库 我们都得死 表哥 我来点炸药 把炸药包交出来 不然我就杀了他 好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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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元昊 你愣着干什么 把战友给我 不行 我不敢 我怕死 快点 给 别动工子爱动工子 不要动工子 动工子 动工子 混蛋住手 桑夫人 怎么样 没事 你 你往哪里逃 你要干什么 我要杀了你 你们弄堵了我的货 现在还要杀人灭口 难道这就是你们绞航的规矩吗 你还有脸说我们绞航弄丢了你的货物 你说这一趟只是粮标 那批货根本就不是粮食 不是粮食 那是什么 是什么你心里清楚 我们刚到军营 就被宋天都抓起来 差点死在军营里 都是因为你给了我们假的信物 真正的货物早就被人接走了 整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 你利用原假的侠义之心 让我们稀里糊涂接了一趟暗标 我们一上路 就被人莫名其妙地追杀 等我们找到货物 才发现箱子里面根本就不是粮食 而是从皇宫里偷出来的金佛像 原来都是你的阴谋 你们知道的已经太多了 虽然知道的有点晚 你们下了地狱 也不算死得不明不白 舅舅今儿个难得雅兴 请舅舅在岸上烹茶赏井 别让这两个将死之人 破坏了舅舅的性质 把他们交给外甥来处理 今天谁来都救不了你 他怎么还活着 拿下 他怎么办 走 你驾 这两个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 不过就是一些旁门左道的功夫 识时务者为俊杰再打下去 我可不敢保证我的外甥 会不会要了你们的命 叫他退下 你不敢杀我 我为什么不敢杀你 因为我一死 你们就得死 整个霍家脚行都得为我陪葬 少废话 我带你去见官 杀了他们 信不信我真的杀了你 霍夫人 我可是你救命恩人 要不是我 你早就见阎王了 难道你就是这么报恩的吗 江湖中人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你虽然救了我的命 但是你害得原甲被人追杀 功功相抵 为什么不能杀了你 好 好 是 很好 好 是 走 灰原家 你还活着 你赶快拍戏燃手 给药除掉它 要不然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放心吧 舅舅 我会调动所有力量 把这里扫除得干干净净 好 好 那种 Development Campbell 幻子 解写 杉坦 能 估什麼 开店 小洒